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留言区 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聊天聊新闻 今天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 新竹的竹东地区 在去年年底陆陆续续发生了 机车失窃的状况 而警方调阅监视器找到了嫌犯 发现他用低价上网把这些车子给卖掉 而就有男子跟他购买 回家拆开零件 结果在转卖 援曲在现场就扣查了很多的零件 发现上面的序号通通都被磨掉 但是这名男子变称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脏车 但警方还是依脏物罪将他送办 工作台摆满琳琅满目的机车零件 远景仔细搜查比对序号确认来源不单纯 我确实出来怎么办 不可能的事 我跟他摆满小妹掉了还完整的脏车 去年十二月底竹东地区接连发生 几车失窃 警方寻线追查二月查获卸性嫌犯 他到处偷窃机车不到半个月就偷走五辆机车 而这段期间王姓男子上网看见有人要买二手车 价格相当便宜一辆只要五六千块 网购下单拆解零件转卖一个零件就能卖好几千块 本案车辆车车身引擎上号码部分遭逃处 使警方不意辨别脏物增添侦办难度 警方现场查获八支排气管 两台引擎还有砂轮机与其他柴鞋工具 王姓男子一脸惊讶 声称他并不知道这些便宜机车是脏车 不过排气管引擎等零件上面的序号都遭人刻意磨掉 还是将他以脏物罪移送侦办 卸性嫌犯则是涉犯且到罪 脏车零件流向各处 警方目前还要持续扩大追查 网路购物方便又快速 民众下单之前可要看清楚 避免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 绿便新闻陈世民蔡新宇新竹采访报导 台湾有一名实性通气犯 他偷渡到泰国之后 结果在泰国遭到枪杀 而其中有一名州性共犯 他回台湾之后遭到调查 结果在当天就裁定交保 结果没想到交保短短两个小时 就有很多朋友开着名车到住处 找他疑似想要帮他开趴庆祝 但是检方认为这名州性共犯 可能会有串供 甚至他还删掉手机关键对话 想要灭阵 加上其实泰国警方现在提供了 更多的新市政抗告成功 结果让州性男子改遭羁押警戒 一大群人晚上10点多 来到了一处社区的路边 这名灰色上衣戴眼镜的男子 似乎很开心和他们有说有笑 原来他是涉嫌协助杀害逃到泰国 实行通气犯的州性共犯 从交保到回到家短短两个小时左右 朋友马上开着名车到住处接风 丝毫看不出来有卷入杀人案的阴霾 回到他的住处是一处大型社区 平时有陌生人进出很容易就会发现 一讲到他附近诸胡不敢多谈 难道是担心被州男找上门吗 当天出现好几辆双兵名车 和一群朋友像是在庆祝 在州男家门口有说有笑 但同一时间检方已经掌握新市政 州性男子交保回到家之后 马上就有大批的朋友来到他家 疑似是在帮他祝贺 被认为是有串供的可能 另外勘验他的手机 发现大多数的对话记录 都已经被他删除 怀疑也有灭证之语 他回台北约谈时 公称自己只是因为目击整个经过 担心会被灭口才会配合清血机和气湿 找到机会逃回台湾 当时法官认为没有羁押的必要 30万交保 但检察官发现他的手机 关键对话全部见 怀疑有另一只手机被丢弃在当地 加上泰国警方提供新市政 他在发言之后海外出帮共犯买饭 甚至知道搭机前要变装 态度相当冷静 形式也很缜密 检方抗告成功 周性共犯 羁押警戒 5号晚上8点召开羁押田医 他在律师和亲友陪同下抵达北院 晚上10点多法院裁定 他设犯杀人毒品等罪 而且有逃亡串阵和灭阵的嫌疑 该裁定手要禁见 说自己很清白 也不会随意和其他人联系 结果一出法院 朋友就大阵仗接风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结果逆转被押进看守所 TVBS喜欢继续报道 台中五一高中生爱 下信男子涉嫌伪造文书 而现在呢 法院也在持续的审理当中 不过这一名下信男子 他每一次出现 衣着都受到高度的讨论 就像刚刚在留言区 也有观众朋友在讨论说 他的衣服都是同一件 蓝色的上衣 这有警大的教授分析 或许是对外界不关心的表现 但是前任检察官也认为 就算是他衣着怪异 也不会影响判决 五一高中生案 下信男子被依偽造文书罪起诉 3月4号案件进入审理 但是下信男子和前两次的陈旭婷 以及去年5月22号被检方传唤时 总共四度到法院地检署报道 除了发型有改变外 不管天气冷热 他都穿着同样蓝底 灰白条纹的短袖Polo衫 就有18年以上检察官资历的 林律师就分析 可能是下信男子自己的生活习惯 但就算衣着再怪异 也都不会影响法官的判决 另外中央警察团 大学教授沈胜昂则表示 对外界情感不敏感 或者有沟通障碍的人 就容易做出一次性 或者是固定穿搭 或许是对外界反应不关心的表现 就是说当然不能以此当成不利的认定 不过这个部分 如果在检察官的实务上面 我们当然会觉得 我觉得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会觉得说 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 没有讲实在的 五一高中生案 从去年五月四号到现在 已经过去十个多月 林律师认为要是判决 迟迟未下 对被告比较有利 而经手过多起的刑事案件 对于下信男子至今不愿意测谎 林律师依过往经验认为 可能心中有疑虑才会拒绝 但现今国内的审判不把测谎结果当证据 而是参考 所以当事人有拒绝的权利 也只能够接受 TVB新闻将军廖帆宇台中采访不到 有民众到台中大圆百逛街 结果发现门口的户外广场有游乐设施 但当中有一项海盗船却传来了尖叫声 他看了就发现原来是现场的攻读声 又有人力在摇晃船体 而且摇到整艘船几乎呈现垂直的状态 好周围还有不少民众围观的状态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目前最新的状况 美国大选的超级星期二 结果现在已经大致出鲁了川普 在共和党的初选15个州里面 拿下了14个州 几乎可以说是笃定代替共和党 来进行选举出现了 而另外拜登在民主党的初选 则是意外的丢掉了 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年底的选举 川普跟拜登的局面几乎是大致敌定 美国最多州举办总统初选的日子 超级星期二却超级没意外 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初选的 15个州里拿下14州 距离笃定提名过半的门槛 只差一步之遥 川普老早就与胜利者之姿发表演说 但是没意外中还是有小惊喜 虽然竞争对手海利以些微的差距 拿下冯蒙特这一周 仍然难以撼动川普 海利声明说共和党里 有很多人还是担心川普 但就是没有松口 他还要不要继续选 最近经费拮据的川普 本周末还要跟大金主如巨富 马斯克等人见面要争取支持 另外同一天民主党初选 拜登总统虽然在美属 萨摩亚输给企业家巴默 但他也几乎笃定能拿下全国提名 2024几乎又是川败对决 拜登还po文写选民已经准备好反击川普 然而根据纽石的最新民调 川普的支持度还是赢过拜登五个百分点 拜登自认有赢面 但是选民嫌他跟川普都太老 若要川败二选一 不如搬去加拿大 Tewsion送不到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近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大陆制造的电动车 可能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而且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的中国车 他说北京可以同时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熄火 但是路方就反凤 按照这个逻辑 那在大陆的上一台的苹果手机 美国也会让他们同时黑画面关机吗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开宗民意点出大陆电动车 锂电池光电产品 去年出口成长近30% 是大陆经济的新三样 光靠销量 光靠规模 它是不够的 更要在技术创新能力 在品质口碑 在社会责任方面 我们还要争取做到全球领先 为了反制大陆 美国总统拜登最新宣布 由于担心大陆物联网电动车 能连接手机导航 关键基础设施 并回传敏感资讯给大陆政府 暴露美国公民隐私 因此将启动调查 美中间 또 다른 무역战争 的分析 大选的重要 自动车 산업努动者的 표심을 고려한 准备的解释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也来火上加油 宣称大陆制电动车 每分钟都在搜集 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假如美国路上 有三百万辆大陆电动车 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 这番指控 让大陆政府哭笑不得 按这个逻辑 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 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 上亿部苹果手机 把信息输送回美国 甚至同时黑屏 不怕美国打压 大陆电动车龙头 比亚迪宣布将在墨西哥 建厂 但路透社报道 由美国贸易组织 警告拜登政府 若不能阻止大陆制汽车 透过墨西哥 销往美国 将导致美国车器 集体覆灭 共和党参议员 最新提案 要将大陆汽车 进口关税 大幅提高到 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防止大陆电动车 亲门踏户 TV别新闻 综合报导 好我们讲到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知道他们近几年 非常积极的在发展 去年底像小米 他们就有推出首款的电动车 而现在华为 也跟江淮汽车合作 要再推出 高档的这个智慧车 所以今天的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 敏珍到现场 帮我们分析 敏珍好 大家好 好我们要先来讲到 华为的这一台 跟江淮汽车合作的 目前 这个定位会是在一个高端中大型的 MPV的智慧车 而且售价可能会落在人民币100万元 大约是新台币440万元 这个也可能是华为最贵的汽车 而现在呢 这个产品定位看起来就跟这个 宾市的麦巴赫的等级是相当的 那么现在江淮汽车已经即将要量产了 他们的工厂就会在安徽的合肥 预计华为的这个目标是新车 预计年产3.5外辆 收入销售的收入 有可能会达到人民币350亿元 当然也对江淮汽车的业绩 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抑注 我们想要请教敏珍 现在这个大陆这么多电动车 平价的 为什么华为推出 不是推出平价版 而是推出高端版 而且为什么他们要选这个 MPV的这个车型 好 华为和江淮汽车 他们是在2023年12月1号的时候 管选要牵手 也就是说他们要强强联合 一起优势互补 打造豪华智能的电动车 那么当时业界就有做出预测 他们会率先推出的车款 会是高档豪华的MPV车型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MPV车型 就是比较大 大概都是7人做的这种车型 大陆业界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讨论 首先大陆MPV的市场 是这几年来是经历了大起大落 来看一个数据 在2016年的时候 它的销量是达到了246万辆的巅峰 那么接下来5年都是下滑的 到了2022年销量只有94万辆 是轿车还有SUV的十分之一而已 但是到了2023年是出现了触底反弹 销量是增加到了109万辆 那么为什么大陆对于MPV的车辆 需求会开始增加呢 大陆驿车研究院的院长周立军 他提出了一个看法 他认为是和开放三孩政策有关 因为现在家庭出门 上游老下游小 那么随便出门可能就是六七个人 所以就会让比较大的MPV更受到欢迎 那么再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目前新能源的MPV渗透率 只有个位数而已 那么高档市场里面 也是很少有自主的品牌的车型 所以现在华为和江淮汽车 从高档的产品来切入市场 是为了争夺市场的新机会 而且这样的产品的利润 还会比低阶的车型还高出很多倍 那么目前大陆业界 也是普遍的认为 基于巨大的市场需求 MPV市场还会持续的增长 那么就有分析师 他是非常乐观的预测 在未来的三年 MPV的销量可以达到300 甚至是400万辆 是的确现在看起来 大陆很多比较平价的电动车 他们可能都是这种比较小的车型 像MPV这种比较大型的车型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也许他们想要抢这一块市场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很多台湾人聚餐都会选择的这个海底捞 我们要来聊到 他其实在大陆香港跟台湾都还蛮红的 但现在呢海底捞他们就公告 他们说这个开放加盟特许经营模式 这也是海底捞创立30年来首次开放加盟 那为什么呢 海底捞的说法是他们希望用多元的经营模式 推动餐厅网络版图的扩大 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过去海底捞曾经说 因为要保证服务品质 还有品牌的信誉 所以不接受任何形式 加盟合作特许经营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现在海底捞的经营策略 可以说是大转弯 但是要加盟还是要有条件喔 包含你要认同海底捞的企业文化 还要具有长期一同发展的意愿 同时要具备多电发展的财务基础 如果你想要在当地加盟 也要有地方物业的资源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敏征 这个海底捞经营策略大转弯 是因为他们现在竞争太激烈吗 还是说因为看起来好像海底捞 一直都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模式 对不对 是 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 现在台湾人会不会喜欢去吃海底捞 那我自己在台湾上一次吃海底捞 可能是两年多了 对 然后所以在那么在大陆的情况 我自己观察各个省份 是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人排队 那当然每个门店 他们有一些是可以提前拿号码牌 可能他们有分散客流的方式 也不一定是生意不好 但可是为什么海底捞 他的经营策略会出现大转弯 事实上我想疫情是 这场变化的一个催化剂 因为在重资产的直营模式下 其实是很笨重的 他是牵引法而动全身 所以在过去几年疫情的冲击之下 海底捞直营店 他虽然对于服务也好 或者是说品质可以有很高的掌控力 可是他也是损失很惨重的 不得不采取一些新方法来增加业绩 像我们几个月前 就有到山东青岛的一家海底捞门市 他很特别 他上面就是开在商场里面有一家店 不过他在楼下的夜市 摆了一个摊位 就像一个摊车 像咸酥鸡摊位或者卤味摊上一摊而已 那我们也问为什么要开这个摊位 店长给我们的回复是说 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 其实民众是越来越不喜欢 去餐厅吃饭 因为他们算得更精了 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那么他们会觉得去餐厅会花很多钱 再来就算很想吃海底捞 他也觉得如果我只是进去点一小份东西 会很尴尬 所以就走不进去 可是把摊车开在了夜市 他都是卖小份的东西 像一碗牛肉冬粉 然后100块台币 你就可以吃 我吃了一顿海底捞 那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感觉很好 所以他其实新的模式 开在夜市的海底捞 就是他要在餐饮进入寒冬期的时候 一种增加他业绩的一种方法 那再来其实对于任何餐饮企业来说 你去开放加盟这个形式来拓展市场 都是双面认 他是可以很低成本 或者是说低风险的拓展市场 但他是考验着你的管控能力 那对于现在海底捞开放加盟 就有人说这是他们会服务走下坡的开始 也有人认为是说 现在他引进了社会的资本 会对中小品牌还有私人门店 带来压迫感 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 是可以做到在逆势中保持增长 是的确像观众朋友有人说 就是不赚钱之后才会开始开放加盟 另外也有人说他们都是吃麻辣火锅 就像敏珍刚刚讲 其实有人会觉得海底捞的消费 可能相对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想要找不同的客户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敏珍今天到现场 帮我们分析谢谢敏珍 谢谢谢谢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外注外界非常关注的 今年的大陆的两会 将会释出哪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稍微已经放缓了 现在大陆人行的行长潘工胜 他就在记者会上面透露 他说目前大陆银行的存准率 还有7%的水准 而且后续还是会有降息的空间 另外大陆的发改委呢 则是说有可能会推出 汽车家电就换新的措施 就是希望可以提振经济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两会预算报告书 过紧日子这几个字就至少讲了七次 拼经济是今年两会主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场代表团审议活动 特别选定江苏 外界揣测这是因为江苏物联网产业 规模上看1.7兆新台币 阿里巴巴总部也落脚在此 习近平希望借重科技业 带动长三角发展 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经历了 平均是7% 后宿的仍然有见准的空间 我们今年将有针对性的研究出台 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政策 大陆证监会主席吴清等经济领域大咖 一次派开为刺激景气开药方 不仅透露今年将继续减税 贷款利率更低 还会推动汽车家电旧换新 创造兆元以上产值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的家电保有量超过了30亿台 所以这个汽车家电更新换代 也能创造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 大陆想刺激消费 不过房市得先恢复信心 路透社报道 大陆第二大地产商万科 金船也爆发债务违约 恐布上避跪元后城 大陆宣誓旧经济 从刺激需求 货币利率和财政政策下手 打出组合拳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有去过大陆河南的清明上河园吗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他其实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 打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但是最近呢 这个清明上河园 园区里面一个饰演乞丐的演员 登上了热搜 为什么呢 因为外传哦 除了他的演技非常逼真之外 传说他的月薪有超过台币7万元 比很多大陆的大学毕业生都还要多 那么现在也让不少大陆的网友崩溃 说自己原来才是真正的乞丐 戴着编法头套 穿着古装 整张脸还涂得脏兮兮 大陆男子李金刚 靠着誓言乞丐 红遍大陆大江南北 网友说他无辜的眼神充满破碎感 让人激起保护欲 大家最近都说我吃胖了 那是墙人多少天了 不然是衣服胖了 不是人胖了 可能咱们游客比较热情 也一直投胃 然后就吃胖了那么一丢丢 一次表演台词说想吃烧鸡 结果隔天就有三名游客 都拿了烧鸡来请他吃 李金刚在大陆河南著名景点 清明尚和园已经刑起13年 刚入行为了体会饥饿感 还故意饿了三天三夜 结果被送进医院 如今演技备受好评外 收入也掀起议论 李金刚不肯正面谈收入 但有陆媒报道 他每天靠扮演乞丐 月薪达到一万六千元人民币 也就是约合台币七万元 另外还有保险 能月收七万有大陆网友说 自己也会舍不得刑起的工作 因为摊开大陆招聘平台数据来看 2023年大陆大专院校应届生平均招聘月薪 也才大概四万五千台币 比李金刚当乞丐还少两万五 顶流乞丐成为不少人的梦幻职业 TVBS新闻成如环林敏珍 综合报导 不久之前宪兵211营传出 有阿兵哥发生汗事 但现在传出呢 全部都是因为勤务过重所导致 其实按照国军的规定 站上两个小时 要休息六个小时 而且一天最多三班 但因为实在是太缺人了 导致现在站两个小时 休息两个小时 对此宪兵指挥部说 现在已经进入 司法调查会全力配合 你觉得一天站几班上 两班吧 陆军退伍弟兄 分享自己当兵经历 一般单位一天站两班 四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站两歇两 不会觉得有点太硬 很硬啊 这样不太合理吧 对了一个人接三分业务 自己的事要忙碗 对啊 所以不算真的歇 该站的少媒少站 多接的业务不计其数 根据国军警卫请勿叫范 站两歇六为原则 不过这歇六也不是能 真的好好休息 不久前总统府宪兵发生憾事 现在传出就是因为 请勿过重 甚至一天站四五班上 几乎三天三夜 没好好睡觉导致 所谓的两个小时 并不包含前面的服衣准备 以及把军械 从枪支 从军械室里面 拿出跟归还的时间 所以一般而言 起码要半个小时以上 对于宪兵的压力来讲 占两歇两的确压力太大 摊开总统府宪兵的请勿内容 除了最重要的战绍之外 还要负责外兵或民众参观的安检 每天升旗 国庆支援等等 整体编制四连一排 碰到有周遭抗议 也会应变组成万全排 但传出缺兵严重 导致官兵难以附和 前案已进入司法调查 后续本部全力配合征办 进入司法调查不多谈 但有基层私下透露 占两些两基本上不可能 就算真的有特殊状况 也绝对不可能是常态 不过随着事情发生 总统府宪兵是否真的太操 引发不少讨论 第一位新闻 领会专业台北看不到 好最近中共的军舰 在台海周边持续的行动 甚至更出没在东部的海域 演训跟航行 而海军也派遣了海风大队 在这个现身台东市区 就是要紧盯共军的状态 这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 退伏委主委冯世宽 希望用智慧保持两岸平和 因为金船案后 在2月27号 有三艘的海警船 现身东部海域 还短暂进入我24海里 限制水域 我方派遣海巡署的南投舰 广播警告驱离 海军更出动 宁阳舰前往监控 等同军舰跟海巡 共同执行任务 并没有想到 所谓的什么跨越来干嘛 到目前为止 都保持一个 正常的一个证据 毕竟海军军舰 较少现身第一线 就有专家担忧 应该用对等力量 防止一大七少 如果只是海巡的单舰出去的话 有可能会跟海军 这边有个协调机制 也会同时间的 去派出我们海军的 相关的一个舰船 来达到海巡在前 海军在后的一个 掩护目的 不过这一回陆方的海警船 到我大户方的东部海域 国军也派遣神秘部队 在街头上待命 就在台东市区 海军海风大队 出动指挥车 飞弹车 雷达车 还有三辆的 一颖军卡车 被帆布盖住的研刑 就是配备的陆基型 雄峰2型 以及雄峰3型的反舰飞弹 可以24小时监控共军动向 因为3月5号 至少有8艘次的共舰 就有不少出没在东部海域 觉得国军常常做这种 所谓机动的飞弹发车的 我们要拉出去实际演练 这个是对国军在内洋 是有帮助的 来弥补海军舰艇航程的不足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毕竟对岸威胁到我东部 国军也到街头待命 紧盯对岸的一举一动 TVB的新闻 许家瑞宁宣 台北超报道 在2024总统大选之后呢 民众党决策策圈中央委员 陆陆续续有四个人辞职 而党主席柯文哲 就在今天的时候拍板了 正式逮捕三名的中央委员 但是立法院党团的人士 到现在都还在寻觅 甚至在求职网站上 也发现到民众党的真才讯息 要寻觅人才 就是想要接任 前民众党团副主任 杨宝珍的职务 穿上刚印好的中央委员背心 接下当选证书 民众党新主党部主委 李国章有新职务 因为原先票选中央委员 一共九人 在一月份有四位 传出有的因生涯规划 有的则不满在决策圈 使不上力陆续辞职 这一次的话呢 中央委员会 也是正式的这个地步 我们有三位的这个委员 那当然这三位都是去年党代表大会 选出来的后的中央委员 决策圈换心血 但不仅票选中央委员 主席指定也还没补齐 前例为蔡壁如回认 是否还有可能 主席他有这个指定中央委员 职权的部分的话 倒是没有进行讨论 毕竟蔡壁如回不回党中央 都牵动党的路线 柯文哲六号也拍板 确定征召召01里 参选云林县 麦寮商长补选 剩下五个补选地区 包含苗栗市长确定不推人 似乎仍有蓝白和空间 选屋党务人士逐一就位 但立法院党团职位还有缺 求职网站上出现民众党 3月1号发出的真才讯息 要找党团文宣和法案副主任 自从前一位文宣副主任 杨宝珍请辞后 还没找到人 所以我们除了从内部来考量 内生之外 其实也希望跟大家招手 因为其实照柯主席的一个构想 就是说其实我们用海选的话 可以以这个广纳百传 让更多的人来进入到民众党 所以像是这个保真的位置 是后来的出缺 那这个法案的部分 其实之前就出缺 只是我们刚刚好 在同一个时间把它放上网路 既然里面的人留不住 索性公开对外招募 重振旗鼓 体会新闻的刘俊 杨沛宇台北朝报导 台湾很多知名的高山 像是雪山大坝尖山 都是很多山友 想要挑战的热门景点 但是只要发生意外 消防队员就会疲于奔命 甚至连救难人员 都有可能摔进山谷 女善友独攀雪山时 不慎在凯兰特昆山北风 偏颇滑落 人跌落山谷 无幸离难 当时三艘小队参与救援任务 也滑落110公尺深的山谷 幸好空情直升机出动 及时再送医院治疗 这也凸显高山救援充满挑战 苗栗八位消防员加上两位教官 展开围棋五天的训练 在海拔3886公尺的雪山圈谷 安排学习各种血液装备 行动训练 架设绳索 以及雪地盘登 这个动作是模拟 当你的头朝下跌倒的时候 利用冰斧来做一个滑落自动的动作 一次训练就是五个小时 体能操完 还要再走两个小时回到营地 训练场在雪山圈谷附近 随时模拟实际会遇到的救援状况 冰斧在上面的时候 你要翻右手 苗栗消防局说 境内大坝尖山雪山 这些都是热门路线 不少山友都想挑战 目前山上仍有积雪 以及路面结冰 就怕救人的上山也碰到意外 特别安排训练课程 雪霸国家公园浮原辽阔 如果一发生登山意外 救难人员就必须长途跋涉 消防员坦言 有时就像是大海捞针 因此山域救难训练 就显得格外重要 PVBS新闻 谢古金 苏太盈 徐又翔 苗栗采访报导 好我们看到难道就是把运动中心当成自己家吗 新北市游泳迷窃 他常常到运动中心洗澡 不过洗澡就算了 他甚至还会偷走其他民众淋浴的时候 置物柜里面的衣物 甚至连证件都一起拿走 短短9天内至少犯案了3次 警方逮到他的时候 他一身潮流非常的潮 但是发现鞋子衣服全部都是偷来的 赶紧鬼鬼祟祟在路边蹲着前进 一手拿着伞 另外一只手伸长 拿走花车里的衣服 随后热武骑士快步离开 当时有民众路过目睹全程 赶紧告知店家 远景骑车到路口 看着嫌犯走过马路 被偷衣服的业者紧跟载后指认 白色帽子 这一个 立刻追上前 拦下这名男子 哈喽 等一下 打扰一下 对方似乎也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能乖乖配合调查 也坦诚犯案 但进一步厘清 发现他是一名冠妾 这名窃贼都在新北市板桥 有在活动他也经常来到运动中心 趁着民众在洗澡的时候 偷走鞋子跟证件 警方调查上个月23号 46岁的灵性嫌犯 在运动中心偷走民众的证件和提款卡 5天后再次回到这地方偷走鞋子 3月初又在路边窃取店家两件衣服 在短短9天内至少犯案3次 经警方到场查看 宁男身着衣物与日前妾嫌特征相符 宁男坦诚犯刑 似乎把运动中心当成自己家 看到的东西想拿就拿一偷再偷 甚至还稍抓回到犯案现场附近闲晃 一身潮流穿搭却全是账物 总算踢到铁板 好 观众朋友像Lukas他说运动中心很多小偷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去运动的时候 还是要把贵重的东西锁在柜子里面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抖音平台 最近出现了一段影片蛮红的 说台南有里长用广播唱周杰伦的歌 而且唱得非常的深情 甚至有很多网友敲碗说要搬过来这里住 我结果一查发现这个影片其实是李明后制的 但是周边其实其他里也都有各自的主题曲 相当特别 画面中从里长管播传出周杰伦的歌曲 唱的全是感情 影片po上抖音让网友纷纷敲碗续集 甚至开玩笑说想搬来住了 但 不会唱歌啦 宜天的歌啦 会唱得好啦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会用的 抖音的啊 我认为这个要唱的唱歌啦 真的 尴尬了 陈里长说这歌不是他唱的啦 不过在广播前他确实会放歌 但放的是宜天的歌 而实际走到影片创作者是他 案内里的李明 张先生 刚刚我们家前面有新装一个 那里长的广播室 他想说就把他后制一下 当成我们李长在广播啊 我们之下也是蛮很有趣的 各位很好听 我要叫他唱给你们听下去 结合大陆抖音歌曲后制 想做另类的盐水行销 而酷首影片也意外让里长爆红 不过不止是一里的广播会唱歌 附近的其他里也都有各自的主题曲 也是黄奔的沙灘沙灯 有着脚印两杯斑 因为我们这里 有的刚才都想隔壁 说你一棒 说你的歌 人家里面听到这条歌就听到 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放选 还是隔壁你要放选 只要一听到歌曲就能区分 是哪个里要广播 也让民众有时间准备仔细听 让广播前播歌成了台南盐水的 一种当地特色 TDN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好在新北市土城有一名机车骑士 骑车骑到一半 居然不小心碾过了硬壳的金属杯 当场连人带车摔惨了 好心的民众提供行车画面 发现他的前面是一名女性机车骑士 疑似是车上的杯子没有挂好 或者是风太大掉落导致 道路上车来车往 机车一步接一步往前骑 但就在这时 巨大声响伴随轮胎摩擦声 让所有人吓坏 怎么回事倒转放慢来看 当时骑着蓝色机车穿黑衣的骑士 轮胎突然碾过饮料杯紧急煞车 导致骑士连人带车惨摔 但饮料杯哪里冒出来的 再往前回放 疑似是前方一名女骑士 不小心掉落杯子惹的祸 实际模拟当时的画面 这一名前方的骑士呢 疑似就是拿着像这样的硬壳杯子 挂在机车下方的置物处 但可能是没挂好 或是当时的风太大 导致说直接的衰落 那么接下来后方骑士 闪避不及才会摔车 事发后前方骑士 疑似发现自己东西掉了 赶紧停下车靠在路边 事发在三月四号下午五点多 新北市土城百街宝路 往板桥方向 警方也立刻到场调查 而受伤骑士这一摔 造成四肢擦错伤 她脑袋一片空白 她说她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原因 前方有位女骑士 她是有掉落物品 那我们这位机车骑士 许先生 她车子是有碾压过这个物品 然后造成击杀 致衰 后续警方发现疑似造势骑士 是骑程租赁机车 已经透过公司联系当事人 将会请他到场说明 但要是真的 因为前方骑士 不小心掉物品 导致后方车祸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机车骑士载运物品或人 造成掉落 将开罚300到600元 受伤骑士也能求偿 尽管金额不大 但却可能造成他人困扰 还讨皮肉伤 TB的新闻新闻 新北市报道 有民众到台中的大圆百逛街 结果发现外面户外的广场 居然有游乐设施 而其中一项海盗船 还有很多人在尖叫 结果走近一看 发现居然是公读声 用人力猛摇船声 甚至整艘海盗船的摆盪 几乎是接近垂直的 而且周围还有很多人围观 大圆百选广场户外限定乐园 传来阵阵尖叫声 小海盗船上面坐了三个人 腰晃程度几乎快要垂直 简直跟游乐园的海盗船一样刺激 不过仔细看 这艘海盗船靠的不是机械动力 靠的是公读声 在底下人力推拉 像荡秋千一样 一旁还有家长牵着小朋友 看到都愣住了 这种玩法经母汤全被路过民众拍下 我们之前玩过是不会人在那边咬 我是觉得这样蛮危险的 自己小朋友安全更重要 就算家长要求 那厨师呢 那工作人员没办法负责 刚看那影片蛮可怕的 不单单是对可能 上去游玩的小朋友或者是 其实工作人员本身也是 站在那边也是蛮危险的 民众是后将影片PO到社群 表示施发在3号晚上6点多 到台中大圆百逛街 碰巧遇到这样的景象 质疑公读生这样做是对的吗 觉得超级危险 当下没有其他人员制止 感觉船都要飞出来了 直接回到大圆百户外游乐设施 还在活动持续到10号 玩一个设施要扣一点 1.100块 有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游玩 不过可以发现公读生操作时 只需要按下启动钮 海盗船就会开始摇晃 白档的程度也没有像影片中这么剧烈 代表正常的玩法根本不应该靠人力 现场操作人员是公读生 实薪190块 比基本实薪高一点 分成早中晚班 不只要操作设施 现在还被拍到得要卖力摇海盗船 也蛮辛苦的 但是还是要呼吁安全为主 假日的话外面这边人潮也是很多 这样蛮危险的 白桑业者表示 游乐设施是外包厂商 因为民众反应热烈 活动已经连办三四年 厂商补充影片当天设施是正常运作 使公读生为了让客人开心 用收推方式增加高度 公司一律禁止危险行为 将加强教育训练 TV圈的陈初贤 李才艺 罗欣 台中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名钓客 他好不容易钓到了一只大钓鱼 结果没想到 却突然被鲨鱼给半路拦截 不但好不容易把钓来的鱼给吃掉了 甚至还攻击钓鱼船 而这些全都被录影下来 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 在甲板上与钓鱼干奋斗 好不容易钓到一条超大钓鱼 男子使尽全身力量要把鱼钓起来 没想到遇到鲨鱼中途拦截 鲨鱼一大口就咬掉鱼的一半身体 下一秒 这只鲨鱼就消失在鲨鱼的肚子里 海面上掀起超大水花 看来是钓到的鱼太大只 好几只鲨鱼真想抢著吃 没想到鲨鱼不只来抢鱼 随后还攻击他的船 鲨鱼瞄准船的马达蒙力一撞 男子开玩笑说 这只鲨鱼不是死人鲨 是专门来吃马达的 其中一条鲨鱼因为被绳索困住 嘴里叼着绳索绕着船游来游去 鲨鱼最后还用头撞马达 目睹鲨鱼袭击的男子说 还好只牺牲了一条鱼 最后没有尿成危险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正好来问问大家 在高雄外带这么一大盒的肉燥饭 上面只有肉燥 没有其他的配菜 这样一盒50元你觉得合理吗 有民众PO网质疑说价格太高了 不过店家就澄清说 因为猪肉的价格现在比较高 加上肉燥是人工剁的 也不是机器搅拌 所以大碗的一碗就要45元 外带的话再加5元 也有消费者说 这样的价格还蛮合理的 热腾腾的白饭淋上一大瓢的肉燥 中午时分特别让人鸡场碌碌 几乎每桌必点 但是这家的肉燥饭便当 却让顾客PO网质疑 说一盒50元合理吗 有人说太贵了 又有人回应 现在没30块钱的了 30元是方形的小盒子 大盒最少40元起跳 大碗如果像我们直接吃45元 对 如果洗了外带的价格不够 那是不足 这个问题就是说 鸡肉现在去很高 用鸡角的肉炙 吃到吃到就不一樣了 业者出面澄清 消费者也觉得 这样的价格还算合理 便宜喔 肉燥好吃喔 分量多喔 在高雄大碗的肉燥饭 要多少钱民众才认为合理呢 四五十都OK 四五十应该算蛮贵的 实际比较另外 两家高雄文明的肉燥饭 色泽油亮 看来让人食欲大增 其中这一家 小碗的40元 大碗的55 五十五 五十五 这都用得比较好 你的肉 油汤酥 米糖也出现 我们的米也好 我们的米就一个 另外这家小碗30块 大碗的要60元 这么大 60 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如果要吃四十的 就是加饭 肉就比较少 业者强调一分钱一分货 比较价格之外 猪肉及米饭的品质 都会影响价格 消费者只能货比三家 不吃亏 TVBS新闻 埃昭贤高雄报导 好 高雄肉燥饭 真的蛮好吃喔 不过像观众朋友 会长他就认为说 这样一碗五十元太贵了 但是也有观众朋友 把重点放在说 为什么外带要加五元 的确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不过观众朋友李振中 就认为这样五十块 其实还蛮便宜的 认为现在物价 的确是比较高一点 那么讲到吃呢 现在晚餐时间 我们要看到的是 台湾有不少的品牌 也看准美国市场 还蛮庞大的 现在就连咸酥鸡的品牌 也要插齐美国 而且在美国的门市 还会非常应景 多了三明治 汉堡以及珍珠奶茶 而第一间门市呢 就要插齐在南加州 而且其他的业者 像是火锅店 泰式料理 甚至炸鸡品牌 也计划在美国展店 下午茶时间到来 一份咸酥鸡 真的是超疗愈 但是现在不仅是台湾能吃到 在美国也能享用 香酥炸鸡入口超满足 不仅有咸酥鸡 美国门市还多了三明治 汉堡珍珠奶茶 炸鸡集团吸收 美国八十五度C的在地支援 2024年要开三间店 预计十年在全美国 扩增150间门市 第一站插齐南加州 将在三月开启舰店 在加州这个市场 拥有三千九百多万的人口 是美国当地连锁品牌 最主要的一个发展市场 所以这也是 我们选择加州市场 作为我们进军 美国市场的首站的一个考量 看准美国的庞大市场 加上考量在地供应链 美牛的运输成本大幅降低 也更完整 火锅店也计划在美国布局 但确切时间跟店数还没定案 会以烧肉跟火锅为主要目标 除了竹坚跟季光香香机 瓦城则说2024年将聚焦台湾 美国两大市场 计划第四季在南加州 开美国首店 杨琴集团旗下品牌 炸鸡大师 预计今年下半年 在洛杉矶开出首家门市 如果顺利 今年有机会开第二间 至于在美国发展的品牌 名称叫什么 内部还在商讨 台卫美食不仅深受国人喜爱 中国大陆日本市场布局完 也要积极东进美国抢商机 体育的新闻 邀请你解台北通报道 2024亚洲自由车场地景标赛 在日前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 而台中的大甲高中 也拿下非常好的成绩 一共获得了四金五银三铜 而且在团体赛还击退了劲敌南韩 而这些得奖的学生就说 夺金的当下 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2024亚洲自由车场地景标赛 中华队有16位国手参加 这次夺下四金五银三铜 成绩相当亮眼 其中有12位选手 是来自台中的大甲高中 其实我们台湾没有250 还要去那里大概 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是因为有点参促 本届第一面金牌 是五人联手熬战三轮夺下 台湾亏为18年 亚青4000公尺 团队追逐赛 拿下冠军 急退劲敌南韩队 对上韩国应该会输 可是我们平静了全力 然后就赢了 个人赛方面李静峰 在青男组全能赛摘下金牌 黄文新则是青女组 包办两面金牌 特别的是黄文新同学 是今年唯一入选 场地公路以及登山车 雅青锦标赛的三七国手 前三项的表现都很普通 在最后一项才翻盘逆转 为台湾争取的 除了自由车艺人瑞莎 她的韵律体操教室 在爱沙尼亚体操大赛 夺下三金两银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瑞莎在脸书发布好消息 说这场比赛有很多准奥运选手 各国都是精锐进出 有44国共460位好手参与 能得奖非常不容易 瑞莎透露有评审夸赞 台湾的孩子跳舞相当有美感 她也提醒选手们 外面的世界很大 同时强调会更努力 之后的比赛要夺下更好的成绩 国民党立委黄建豪抨击 故宫打算在5月份的时候 在南院展出曾侯乙边中 但展出的是复制品 她认为这不只降低故宫的地位 甚至有损世界级博物馆的形象 她也质疑说 这是不是为了有人为了要520保住官位做出的决定呢 但是故宫就回应了 这个不是文物展览 而是咒语推广 而且现在还没有定案 曾在克博馆展出的曾侯乙边中纺织品 总计65件青铜钟 现在传出5月份要移施故宫南院展览 故宫是国际级的博物馆展出纺织品 故宫当时也认为说 因为自己是世界级的博物馆 不需要来展出所谓的纺织品 怎么现在故宫却自己主动的 去跟人家借纺织品来展出 我想对于整个故宫的形象 对故宫的地位有很大的伤害 立委甚至质疑 这是不是有人为了520官位 保卫战所做的巴结 我想他是不是在求表现 来争取更多的长官乖的眼神 才会去做出这种违反违背故宫历史 故宫地位的这个决定出来 不过故宫表示 这项计划是教育推广合作案 不是文物展览 而且展出的地点是南院的活动展演区 不是文物展览区 基本上那个地方 都是我们做活动表演的 他是教育推广的地区 曾侯仪是战国早期的王室后裔 边中就是他的牧场文物 1978年被挖掘出土 中架成L型 挂有青铜中65件 乐律精准被称为东方乐器之王 出土后在湖北省博物馆展示至今 被列为大陆一级文物 禁止出镜展览 它是距今2400年战国时期的 中国音乐史成就 也是重要的青铜器文明 故宫计划展出纺织品哀哄 副院长强调 目前这项教育推广合作案 还没定案 传出反对声浪 会在严谨讨论后定夺 去VBS新闻台北报道 好贩卖机什么都可以卖 现在就连黄金都可以放到 贩卖机里面来贩售 就在这个全台首间的 黄金贩卖机就在高雄 当然引起民众热烈的讨论 而且里面呢 黄金金条跟白银种类非常多 价格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 虽然说便利性很高 但是如果以金价而言到银楼买 还是比较便宜 所以买不买单还不确定 高雄的白货公司内引进新机台 吸引逛街民众目光 因为这是全台首创 贩卖货真价实的黄金 这台黄金贩卖机点开内叶 金条白银的种类超过10种选择 价格最贵3000多 大家都还在观望的同时有人下手了 当然有差别它会贵一点点 那为什么想买这样这个 噱头噱头 这个噱头性 如果今天回收的话 大概3000多块的产品 大概会亏了1000多块 信用卡逼一下 包装金美的黄金就掉出来了 有品牌有保证书 整个购买过程不用一分钟 不过一价格来看 在贩卖机购买黄金一公克3079元 而台银黄金存折6号卖出价 飙升至每公克2170元 近一年来的报价大涨近两成 虽然创下历史新高 但还是比贩卖机便宜了900多块 自动贩卖机的便利性高 但价格更是消费者考量的重点之一 全台第一座黄金贩卖机设置在高雄 但中北部才有实体门市 24小时都能买黄金固然很方便 但若想买卖不止比较麻烦 价格也不好 TVBS新闻艾昭贤高雄报道 好最新消息喔 现在苏丹红辣椒粉风波持续的延烧 而新北市也开出了第一枪 启动食安相关的应变 即日起学校的午餐暂停使用辣椒粉 还有咖喱粉这一些调味料 就是希望要确保新北市 学校午餐是安全无余的 那这会实施到什么时候呢 目前暂定 措施实施三个月之后 就会进行评估 看是不是要来解除了 这是目前最新的消息 让我们来看到共享租车 当然非常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租 租借也非常方便 当然市场需求也逐渐的提高 目前国内呢 大家比较知名 像是iRain 还有Go Smart 但现在再加入了中租 推出新品牌 Uride 预料在市场可能也会 再掀起一波竞争激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车辆的车格跟车框 包含里面有没有加油卡 还有车辆的外观 下载APP 照着步骤流程操作 先拍照上传 确认车子使用前的状况 检查都没问题就可以进到下一步 如果没有网路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开启我们的蓝牙 系统连线之后 车子就会自动解锁 短短几分钟的操作 租车作业就完成 这在台湾已经不算新奇 甚至持续发展的一块商机 想要4小时随时随地租车 而且不用钥匙 用手机APP 就能够操作 台湾共享租车逐渐成为了趋势 而原本双强是合运Iran 还有格尚GoSmart 不过现在中租也加入战局 成为三强强势 中租原本主力是提供企业车辆 长期租赁 如今跨足到新领域共享租车 等于是把服务扩及到一般消费者 初期瞄准双北第二季拓展到基隆桃源 接着再拓展六都慢慢深入市场 看准的就是未来的发展 疫情的关系 还有我们研究到说 共享其实是未来发展趋势 那台湾民众数位化的程度也高 所以我们觉得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投入共享这个事业 我们会在共享租车 尽量安排是比较小型的车种 也比较便宜 方便消费者可以随时去租还车 那门市的话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走向说 提供比较大型的车辆 选在疫情之后 进军共享市场 而且具有后进者优势 也就是市场上已经培养出一群 习惯用共享租车的消费者 只是市场老三 现在才要推出新品牌 当然得打出亮点 才能做出区分 不仅如此更展望台湾先站稳脚步之后 还要前进东南亚的决心 在车辆的选择方面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车商背景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要 去选择最适合消费者喜欢的车 或需要的车种 在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设有据点 所以在东南亚这个市场 如果到时候台湾我们这边站稳脚步 渐进东南亚我相信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事业 租车业最大成本在于勾车 而另外两强都有车厂背景相比 就成了中租的弱点 尤其像是两大品牌也在创新 Go Smart转而跟LINE合作 推出一站式整合交通移动服务 要用台湾最大社群媒体开拓用户 主打不用下载APP 去年10月推出之后 业者表示已经累积380万名会员 台湾LINE的用户数大概超过2000万人 所以代表的每个人的手机里面一定有LINE这个APP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消费者更简便的一个移动服务 过去在没有导入AI的时候 大概真审的时间大概都需要一到两个工作天 那我们现在开始导入AI真审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真审的时间缩短到三分钟之内 所以对于一些临时有租车需求的会员来讲的话 这是非常方便的 比创新比便利性 但老大哥合运旗下的Iran 2014年就创立更云近十年 全台营运据点超过2000个 投放的共享汽车数量超过8000辆 今年规划还要再扩增500辆车 甚至还进军到外岛澎湖和金门 去年更启动加盟营运模式 带动年营收成长三成达到32亿元 如今成为三大集团抢工激起一波波挑战 更可能引爆价格战 现在民众越来越重视效率跟成本 跟便捷的趋势底下 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当中的一环 建制这个平台维护这个平台 营运这个平台它会有很高的成本 然后它会有很大的财务投入 那尤其是消费者的喜好不断在变化 共享租车成为消费者新宠 但喜好求新求变 如何让品牌地位更加稳固 比服务整洁方便性竞争更加激烈 TVB的新闻连至周永轩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啊